大家好, 歡迎收看錄音廠檔 請你們別弄到地方亂了, 好嗎? 現在流亂, 桌面越亂 證明自己很努力 我順手把那邊弄到那邊 我給你, 外國有研究顯示 桌面越亂的人越有創意 你覺得自己現在更創意嗎? 我覺得自己一向都很創意 你倆別弄一些無謂的事 有時間的話, 就跟敬人來往多一點 就像他們倆一樣 說不定你們將來的成就也很厲害 這天是寶馬香港打比代賽的大日子 大賽當前, 沙田馬場當然是星光熠熠 除了擔任打比大師的宇宙最強 欣子丹之外 還有牛下女車神, 李維斯 盛莊道場唯一眾參賽馬匹打氣 Sara真是令人眼前一亮 第四位 終於來到全日的焦點賽事 寶馬香港打比大賽 最後這場2000米賽事 由約翰摩亞訓練 莫雷拉拆騎的佳龍區 力壓巴基之姓爺馬 佳龍區早前已經先後攻下 香港經典一里賽 以及香港經典杯 所以它也成為 歷來首批成功完成 香港四歲馬經典賽事系列 大滿貫的賽區, 低造歷史 除此之外, 這次也是 杯王、約翰摩亞 在香港從年以來 第六次勇奪打比 成為歷來贏打比頭馬次數 最多的本港年馬師 杯王果然命不虛傳 第四位 全球終目的 杜拜世界杯賽馬日 將會在3月25日舉行 上星期五, 華欣廷和新力豐 已經率先出發前往杜拜積極備戰 當中, 華欣廷更加是 首次遠征杜拜亞喬斯短途錦標 至於新力豐 就會出戰杜拜金沙軒錦標 大家記得密切留意 這個星期六的杜拜世界杯賽馬日 第四位 明晚跑馬地夜賽 重頭戲是第七場的跑馬地銀瓶 練馬師方家柏 在這項比賽成績優異 近年曾經憑聖哥兒連贏三屆 這屆他的參戰馬漫馬飛騰 今季成績不錯 兩次配莫雷拉競逐跑馬地賽事 都能夠贏馬 包括上將 1月25日的1650米賽事 拋離亞軍馬兩個馬威 這次雖然升上一班 兼增呈過逐千八米 但仍然有莫雷拉壓陣 騎煉以往合作115磅 或以下的輕磅馬 成績非常出色 不知道他們有否再次贏馬呢 第一 2017年香港國際馬匹拍馬會 在上星期五晚圓滿結束 29匹推出競投的拍賣馬 全部受刑 而編後16的拍賣馬Hassanet指示 就以1050萬港元的 破紀錄拍賣價賣出 其實拍賣會也有便宜貨汁 就像26號拍賣馬一樣 就以創新低價20萬 被兼領運馬主葉思貝成功投得 究竟當中哪一馬會成為 另一筆的霸機之聲 或者是驚驚千里呢 大家拭目以待 一千萬也好, 二十萬也好 學簡Sir所說 馬最重要是有食力 有食力當然重要 不過最…最重要的就是 是贏到頭馬 不過如果代表香港可以揚威海外 當然是完美 不過其實我們港隊馬 一向出戰導敗, 成績都不錯 一起看看 香港的賽馬事業在國際馬壇上 一直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而香港賽區更加是精英背出 2016年就有26匹香港馬 製身世界馬匹年終排名 可見我們賽區的實力 已經達到國際水平 香港賽區 除了在本地製造嬌人紀錄 他們的輝煌足跡更是遍佈全球 十個國家 好像有日本、韓國、新加坡 英國、美國、澳洲和杜拜等等 而當中杜拜 就是其中一個香港賽區 楊威次數最多的地方 杜拜 每年都舉行多場國際級賽事 其中杜拜超級星期六賽馬日 以及杜拜世界杯 可以說是全球馬迷 引頸以待的城市 而杜拜世界杯賽馬日 包括五場國際一級賽 和一場國際二級賽 分別是杜拜世界杯 杜拜司馬經典賽 杜拜草地大賽 杜拜金沙軒錦標 阿喬斯短途錦標 以及高多芬一理賽 而香港賽區 在杜拜的首次勝利 就在杜拜司馬經典賽取得 2007年,爪王凌宇 代表香港遠征杜拜 出戰陶程2400米的 杜拜司馬經典賽 他沿路守著前列好位 直到直路 更加憑著凌厲後勁一攻而破 為香港馬匹 贏得首個外地 2000米以上的一級賽錦標 爪王凌宇是第一 亦是最後一匹 在杜拜司柏馬場勝出的香港賽區 而隨著全新的杜拜尾丹馬場 在2010年開始啟用 司柏馬場正式完成了他的歷史任務 司柏馬場在2010年關閉後 童年尾丹馬場正式開幕 當然,裡面很漂亮 看台也坐了很多人 約六萬觀眾都容納得到 而跟香港不同的地方 可能最明顯的就是跑賽道 因為尾丹馬場的跑左轉 我們香港馬場的跑右轉 我們有泥地賽道 他們稱為膠沙地賽道 而膠沙地賽道就是內圈 而2010年3月27日 新馬場啟用當日 香港賽區也再一次先拔頭籌 高達李馬房的時尚風采 代表香港出戰國際三級賽 阿喬斯短途錦標 這場1200米草地賽事 精英混雜 但時尚風采憑著過人鬥志 在賽事末端成功越過對手 為高達李取下海外的首次勝仗 時尚風采的勝利 對騎練、馬主和馬迷來說 都是極大的鼓舞 而在緊接的2011年 港隊在杜拜也再次傳來接報 2011年,電光能源到了尾丹馬場 贏了一場新達加短途錦標的賽事 那場賽事就是我們所說的 是膠沙地 但其實摸起來不是泥粒或膠沙粒 而是草 草乾了後鋪上跑道面 就像碎碎絲一樣的東西 雖然賽事在不熟悉的賽道進行 但電光能源在新達加短途錦標中 依然表現出眾 賽事沒斷 在道理來吹策下展開強烈衝刺 最後以已有四分一個馬位之線 衝過終點,湧奪錦標 一再有香港馬匹在海外賽事上獲獎 證明香港賽馬已經達到世界頂尖水平 而在2014年,更加是港隊豐收之年 因為有三匹香港賽區 崇山寶、卓力之城和好好計 都在杜拜海船而歸 2014年3月,港隊派出多匹賽區 出戰杜拜多場國際級賽事 其中很好的是國際三級賽 1200米的北風錦標 以強環後勁擊敗力球衛免的魔幻法師 贏得冠軍 同月,杜拜世界杯賽馬日的五場一級賽中 港隊更加一天內 摘下當中兩場一級賽的冠軍 創下嬌陽成績 搖本輝旗下的崇山寶 出戰1000米草地賽 阿喬斯短途錦標 在莫雷拉大領下 以一放到底姿態順利勝出 緊接的1200米一級賽 杜拜金沙軒錦標 本港賽區卓力之城,狀態大勇 在賽事尾段 超越鄭俊偉馬房的好好計 香港街市包辦冠亞軍 引起全球觀眾注目 那一年很記得,永遠都記得 因為我們香港馬 之前從未試過一晚贏兩場一級賽 而最難得的地方 就是一過終點,我很記得 隔壁左右電視台的工作人員 他走過來恭喜我 而其中一位記者來自德國 他走過來問我 洪金寶先生是否香港很紅的影星 我說是,那麼紅到怎樣 我說你認識Jackie Chan、成龍 他說認識的,成龍也認識的 我說洪金寶先生不是和成龍是師兄弟 是一個同級的影星 他馬上趕快跑到樓下 追著洪金寶先生去訪問 這段真的永遠都記得 香港賽區在2014年 杜拜世界杯賽馬日寫下光輝一頁 不過他們並沒有因為這樣而停報 2016年,好好機 再次在杜拜公下 新達加短途錦標 來到2017年 多批本地的精英賽區 將會再次踏上征途 向世界展示我們香港馬匹的實力 就讓我們一起去見證著 他們精彩的演出 延續香港賽區的輝煌遠征之路 看看當年 爪王凌宇幫我們港隊 可以揚威這個倒拜 三個字,真經典 這三個字,真是不得了 爪王凌宇在我心目中 都是一把很好的馬 在我心目中是永遠的一代馬王 看你們兩位粉絲這麼有心 我特地請了霍利時馬房的 前副練戴立強先生 Joe哥來跟我們聊聊天 爪王凌宇當年他有份訓練 待會見 會不會及到 今天見到